我们现在已经在18世纪末的法国了 哇哦 感觉好繁华哦 因为法国处于欧洲的中央地带 与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但是他们在交易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内的贸易 还是国外的长度重量单位 都没有一个客观而且统一的标准 造成贸易上的阻碍 也因此这时候的法国人就有意建立一套新的度量系统 希望能让度量衡标准统一 嗯嗯 后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好带来改革立新的机会 国民议会要求法国科学院制定一套度量衡标准 经过两年的努力到了1791年 法国科学院为这套度量衡制度命名为公制 希望让公尺为世上所有人民平等共有 公制采用地球当标准 以北极通过巴黎到赤道的金线得一千万分之一 作为长度的标准单位并称之为公尺 法文Math为测量之一 而为了确认这个定义 隔年1792年 德朗博与梅山两位天文学家分别领队以巴黎为出发点 一行人往北走到法国的敦克尔克 另一行人则往南走到西班牙的巴塞隆纳 历经七年 终于测量得出此段距离的实际长度 再配合天文观测 推算出一公尺的长度 后人依此长度 利用不易变质的特殊金属 薄一合金 做出公尺元气 所谓公尺元气就是 当时人们如果想要知道一公尺有多长 就会依据这个公尺元气作为标准来量测 这也是杜梁恒史上第一次对一公尺有如此精确的定义及统一的标准 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公尺 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啊 没错 而有了长度单位的明确定义后 再去以计算和定义容量重量单位 容量单位一公升定义为边长十分之一公尺 也就是十公分的立方体容积 而质量单位一公斤 则定义为四度C时 一公升纯水的重量 后来也利用和公尺元气一样的薄一合金 制作出公斤元气作为质量的标准依据 那这些和万国公治有什么关系呢 1875年有许多国家在巴黎共同签署的公治公约 同意统一使用公治 算是承认了公治的国际地位 并因此设立了国际度量横局 负负负责制定长度、质量、时间与其他物理单位的国际标准 形成了万国公治的潮流 而这股万国公治的潮流 也在数十年后改变了台湾的度量横发展及变化 哇,原来我们现在习惯使用的公尺、公斤 都是从法国开始的耶 正是如此 好了,万国公治就差不多参观到这边 准备再去下一个行程吧 准备